Target.Value 或者Target.Address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去使用那个物件里面的属性 去了解它里面的变化 它会传递给你一些状态 哪一栏哪一列 它的值是什么 然后变动的那个储存格 是哪一个储存格 等等的 其实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去针对 我们要改变的那个储存格 去做一些些的 包含就是丢什么 丢公式进去 不过丢公式进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 未来 目前你们可能还不会遇到 就是效率可能会稍微 比较差一点点的可能性 可能啦 那如果说你要效率好一点的话 那也许就是再把这个部分呢 改写成全部都是VBA 不是说只有一半 因为现在是丢公式到储存格 那我们 如果要全部用VBA的话 理论上应该不是丢公 而是丢处理完之后的结果 到那个储存格 但可是那种写法的话 相对起来 对于目前同学的吸收程度来说 当然难度又会更高 不过我是觉得这些都是训练你 怎么样提升程式设计能力的一些方式 不过慢慢渐进的 因为我是当然是希望你们可以先 什么建立培养兴趣啦 然后再慢慢得到一点成就感 然后慢慢慢慢可以跟工作上可以用派单用场 然后你再有心就会可以再更上一层楼 相对的你工作上也会更加的这个 得心应手啦 增加效率之后 你多一点时间 有空的时候 如果事情做完了 对不对 可能比你预期的时间还要快很多 那你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开始想一下 程式怎么写吧 有问题的话 那也可以提出来再讨论一下 比如像刚刚同学有问到就是 像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的规则啊 理论上一般不会这么简单啊 而且呢将来如果你要汇整 可能汇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编号 比如可能你输入的是要用你的 前面可能要加上你的姓名缩写 比如加个姓好了 比如说是WU0001 WU0002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知道说 从编号里面知道说 这一笔记录是谁登记的 是哪一个业务 他所这个这个这个输入的 就是订单是由谁服务的啦 一看编号就知道了 那可是问题这个规则要怎么下呢 对不对 OK那你就可以 稍微再 那另外还有什么 日期的讯息也可以加在编号 像刚刚同学说 我如果希望呢 除了业务姓名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今天的日期 的第一笔记录 那你可以把today的讯息 用那个test串接之后 再放0001 那可是问题呢 你怎么知道是今天的第一笔 今天的第二笔 那你就要一个逻辑判断了 不过这逻辑判断的话呢 可以想想看了 其实不难写 你知道逻辑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可以做一些变化了 不过要怎么写啦 我想可以 每个可以互相同学研究一下 因为其实学不是单向的 就是还是要思考一下 一般我都直接给你答案 但是不好的习惯 因为变成你们不会思考了 以后有问题就 老师怎么怎么做 怎么怎么 我说 我也是想出来的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也想出来的 也不是说凭空的来的 那你们应该学的是 把答案想出来的 那个过程 是你们要学习的 而不是最后那个答案 答案也重要啦 可是过程也很重要 OK 所以想想看啦 那如果没有答案 我们之后也可以 再分享一下 我可能的做法 OK 那其实很多工作里面啊 都是随机的嘛 突然遇到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答案 我要去想 那我怎么想 其实就是先逻辑整理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可能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业务姓名 一个今天日期的第一笔订单 如果回去可以想想看啦 我今天时间 应该讲这个可能讲不完 那这也是有趣的地方啊 为什么 因为设计的好处是 它本来不存在 但是因为有你 你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你是有创造能力 OK 所以这年代 其实很缺有创造能力的人 所以呢 有些时候啦 我觉得价值怎么创造 其实你的智慧才产全 如果说你没有智慧才产全的人 其实你就是不断的帮人家打工啦 一直在帮人家做事而已啊 因为那东西不是你的 你在帮老板做事 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创造力的人 你是有这东西是个延续的 那自然而然哦 其实你甚至不用工作 你就可以有收入了 OK 像写作嘛 比如说作家或什么 因为它可以收板税嘛 对不对 那像YouTube有没有 它也可以给你一些啊 有广告费嘛 对不对 所以像之前那个古阿木 为什么它会这么红 它有50万的订阅人数耶 它应该是算台湾订阅人数最高的耶 50万 而且它两年就50万耶 而且它每天的观看数那么高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靠那个 大概就会过日子了 不过当然前提是 你的内容要是对的东西啦 所以可以想想看哦 这部分 在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会再继续看那个 可能表单吧 不过表单可能没太 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个更正式一点 因为像刚刚这个东西啊 感觉上虽然很方便 但是还是不过正式 对不对 很正式啊 刚刚那个东西啊 不会啊 不会吗 已经很正式了吗 真的比较简单耶 真的吗 可是感觉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系统耶 对啊 因为有的人乱填也可以啊 填到下面去怎么办 不过应该没有这种人啦 很简单啦 但是如果说你要更有系统的 当然还是必须要透过一个 可能像表单的东西啦 那这个表单的话 也许回去可以先试做看看 那这个表单输入完之后 最后还有个问题 就是共用资料 怎么样把它汇整到资料库 那前面有讲过啊 你也可以试做看看 OK那今天的话呢 我想我们就先讲到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